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 今天到这个景区转一下 叫做嫩恩桑错景区 它的汉族逸过来叫做神仙洗澡的地方 也叫做神仙池 门票淡季五十,旺季一百 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离九寨沟不远 景色也是特别美 走 这个神仙池的景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它既有九寨沟这样梦幻的海子 也有像黄龙那样 就是五彩斑斓的池子 它集合了这个九寨沟和黄龙的精华 非常值得一游 那么为什么它这么漂亮的地方 知道的人却很少呢 我估计就是被九寨沟和黄龙的名气给盖住了 因为前两个景区实在是太有名了 真的不是我军太弱 而是敌军太强呀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个神仙池啊 从入口一直走 走到这个仙女桥了 坐边电瓶车的话也是在这里下车 然后开始徒步了 这里有一个地图 这是入口 这是仙女桥 然后要一直往上走 一共是五公里 来回五公里啊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全程 从这条路上去 这边下去 不走回头路 好 现在开始 过桥了 这个水啊 不是很清澈 黄黄的 过了河全都是 爬山路 好多台阶呢 在高原地区 我很不想爬山啊 太累了 但是这边 没有汽车能坐到山顶的 像黄龙的话 可以直接坐电瓶车 坐缆车到山顶 然后走下来 那样就不累啊 这景区里的树是真多呀 而且都是 几十米高的这种大树 走在这树林间 也不晒啊 晒不到 空气也比较好 走到第一个景点了 叫水帘洞 就是后面这个水流比较小啊 后面这一大片黄黄的 都是碳酸钙 跟黄龙那边的 那个碳酸钙 一样的 水帘洞的下面 都是钙化柱 上千年了 才能形成这个规模呢 这个是水帘洞的上方 这一大片的 黄色的碳酸钙 这都是水流形成的啊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神泉 这上面有介绍啊 它从那个泉沿里 引了一条 这个过来 流到这里了 这个泉水呢 对人体有益 它喝起来呢 清裂甘甜 生津止渴 消灾去痛 明目提神 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哇 这么多好处呢 嘛 那我也要喝一口啊 我尝一下啊 这个水 特别的凉 太好喝了 天然矿泉水啊 又到了一个景点 这里叫做窑池 哇 就是身后这些小池子 就像天上的神仙窑池一样 确实是好美呀 这里跟黄龙的那个景点就很像了啊 但是这个池子里的水呢 没有黄龙那边的水 蓝 这边是浅绿色的 黄龙那边的是深蓝色的 沿着布沾刀往上走 现在又来到一个景点 叫做青龙海 这里的海拔2933米 看这个青龙海 漂亮吧 感觉很像是九寨沟的水呢 这边是蓝色的 这边是绿色的 水里面呢 很多倒掉的树木 一整棵树就倒进去了 时间长了就被钙化了 哦 我知道它这个水为什么成蓝色了 这是倒映的天空的颜色 但它这个绿色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不是倒映的周围的树木的颜色呀 继续往前走啊 还要爬山呢 都是台阶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青龙海的全貌 这个倒映实在是太漂亮了 哎呀 这个景色好看 路南爬呀 太累了 现在又爬上了一个景点 叫做连台彩池 看下面这些池子 碧绿色的池子 这里有一个观景台走到那上面去 看风景 哇塞这里的池子也太绿了吧 一个一个半圆形的这个小池子 好想进去游个泳啊 站在这上面 观景 回看一下这个美景 哇 连台彩池 叫 这里就有点壮观了 这个景色啊 非常像黄龙了 然后 然后再转到这边也有 这边的池子就小一点 太棒了 这么累也值了 看到这个景色 又往前走了一小段 这里呢 有一个仙女池 这里传说是 仙女沐浴的地方 果然是好地方啊 仙女真会挑啊 这个池子冷艳清丽 不染封城 它叫做嫩恩桑错 这不就是这个景区的名字吗 这个景区是以这个池子来命名的 景区里今天也没啥游客 我又包场了 现在又来到一个海子 叫做神蛙海 传说这个海子周围 有很多的青蛙 青蛙的叫声就像弹琴一样 很神奇 所以叫神蛙海 这个海子里面 大家看 有一棵树 掉进去了 这个是人工推进去的吧 你看这个树根的地方 被切断了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树 也都是机器切断的 看这个 这湖里面的树 它不是说自然倒进去的吗 是人为的吗 谁给解释一下呢 在这个景区里也看到好多这个厚脸皮树 它的树干是红色的 它一年四季 都在不停的退皮 你看这个树皮都裂开了 没过多久它就掉下来了 然后继续长新的树皮出来 挺有特点的 现在到了摩浮洞景点了 这里挂了好多的金帆 然后从这里开始就分了两条路 一条是往下走的 还有一条是往上走的 建议体力不好的就别往上走了 因为上去一公里全都是台阶 而且上面的风景 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啊 看摩浮洞这里 上面只有一个 就是有小的瀑布 从这里开始就往回走吧 我从这里走上去 替大家看看上面的风景啊 哎呀 一公里的台阶 又走了好多的台阶 现在来到了一个景点 叫做万城滩 这个地方呢 就是含钙量非常高的水流过了以后 这个钙就沉淀在这里了 这里面的钙非常多啊 大家看这个水池这里面 哇 这里面本来是一棵树的 这个钙完全把树都包住了 这就是一个钙化的摊 这里的水含钙量这么高 那么我如果喝这里的水的话 会不会补钙呢 缺钙的人多喝点这的水吧 喝这的水以后 腰不酸了 腿不痛了 爬台阶也有劲了 我刚才喝的神泉的水 它是从一个洞里面流出来的 是经过过滤的 已经含钙量很低很低了 他们本地人也喝的 终于爬到最高的地方了 这个叫做莲花台 因为从空中看 它就像观音菩萨的那个宝座莲花一样 哇 看远处那个雪山 山顶的雪不是很多 这里的视野是一下就开阔了 然后从这里呢 有一个小型的瀑布 哎呀 最后这一段台阶 累死个人了 山顶上就是这个景色 可以看瀑布 可以看远处的雪山 如果大家不想爬的话 从摸浮洞那个地方就不用往上走了 好吧 这个景点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 我现在要下山了